最近中国2023年版的标准地图再度引发争议 这张就是中国自己的地图 那么南海还有台湾以及中印边界的两个地区 两个地方全部都纳为自己的国土范围 我们现在看到旁边 最旁边这里有一个中印边界的阿克赛清地区 还有藏南地区以及南海部分都画了一些 九段虚线的框把它框起来 那我们仔细放大来看 其实这块地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中印边界的地区 照理说如果一般正常来说 应该黑色的地方才是正确的 可是中国他们把这块给画出来了 就是说这块是我们的领土 那另外的藏南地区其实也是呈现是这样 就是他把这些其他的土地 好像似乎变成我们的一样 那么真的是越框越多 似乎好像是在宣誓主权 那这也让越南真的是气炸了 外交部重疲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中国的地图真的是毫无一些价值意义 坚决反对九段线 那么另外他们也觉得说 这个九段线在南海做出的一切主张 似乎没有任何的参考意义 还有这个菲律宾 菲律宾呢 这个部分他们就说中国主张不符合国际法 呼吁北京要展现负责任的一些行为 印尼则是说什么呢 他说会置任何的界限提出任何的申索 都要符合这个联合海洋公约这个部分 那当然就呼吁说 大家就是中国千万不要再这样子了 那马来西亚部分 他是不承认中国的南海主张 而且还说绘制地图是不具有约束力的 呼吁要尽快敲定南海的行为准则 那么跟中国冲突最大的就是印度了 他们也表示说拒绝这些没有根据的说法 而中国单方面采取这些行动 只会让解决主权的问题变得很复杂 那当然南海争议已经吵这么久了 中国在南海军事不断的扩张 让很多国家受不了 所以日本澳洲飞渔兵的将领联合飞越南海 美军跟印尼的超级加入达之盾 军事演习就举办在印尼的爪哇岛 那么有5000多人会参与多达19个国家 一起来演习 其实这个剑指中国的意味非常浓厚 就是希望中国不要太糗糊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